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陷阱 逃 逃啊 这 这哪是雷劫啊 明明是元英天劫 罢了 既然必无可辨 那就迎难而上 凝固成圣品金丹又如何 我日后终究有补齐的机会 这 好像是仙界垂落的九天仙光啊 上一世 我陨落在飞升仙界中 弑强仙区被仙界生生打落 临死前的最后一幕 但我现在重返五百年前 那么仙光怎么可能还在 莫非 我上一世渡截时 神魂已经转化成仙魂 仙魂被时空倒转磨灭 只剩下一点 仅藏在灵魂最深处 我的天 这仅仅是威力最弱的第一刀 来得好 这光轮到底是什么 不像一枚金丹啊 接下来 就是神品九道雷劫 光轮又撞到了 他在吸收雷劫之力 再来 古董金丹九道 神品金丹九道 第十八道雷劫已经堵完了 为什么还有 曾经听闻神品之上 还有更强的金丹啊 毁灭神雷 肉体被雷励摧毁了 幸好这光轮固住了我的神魂 虽动秘密房 重聚肉体 啊 终于渡完了 看来这光轮应该属于尖锋圣品金丹了 什么 雷劫竟然还没结束 这 这是什么 我感到我的灵魂深处在颤抖 这是仙节 是仙品金丹之节 竟然还有仙品金丹 金丹分九品 九品之上为神品 神品之上为圣品 圣品之上 还有仙品 神品圣品都需要度九道雷劫 但仙品只有一道 这个就是仙品真行雷劫 传说仙品 金丹雷劫 会幻化出天地法则的烙印 只要打败烙印 方可禁声金丹 只是没想到 我遇见的 竟然是传说中的玄武 来吧 再来 该死 我若能修成五星圣铁 或者真无圣铁 我绝不拒打 雷玉神斗 可恶 竟然击碎了我的肉身 再世轮回 大五星仁慈灭绝神雷 玄武太强了 我的压箱几招数全拿出来 也最多占个平手 奇怪 玄武怎么变弱了 难道度着真心雷劫的要求不是击伤 而是撑过一段时间 也是 我堂堂仙尊转世都占得如此艰难 那些正常修行的修仙者 怎么可能击败玄武 轮回转世 苦修实在 今日终成金丹 可我这光轮 虽然度了仙品真行围结 但并不比我当年修成的真武圣丹强多少啊 这是什么 难道我误会了 我修成的不是仙品金丹 等等 这又是玄武闹夜 跨 这 这 玄武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成为玄又变成玄武了 原来如此 那没玄武虚影 就是吸收了整个仙品雷结 再加上玄武圆丹的力量 而凝成的 一旦催动仙轮 我就可幻化成玄武了 幻化时 我就相当于一尊幼年玄武 以后可以成长为真正的玄武 甚至我的后翼 也将是玄武 等等 那仙轮上面 有九个空格啊 厨艳 我 我这是在哪里 今天是心态的 我是谁管的 很明显 咱们 今天呢 这么说 柔武啊 很多天啊 今天有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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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